我只問了啦 主持人 各位今天 來到凱道上 追求真相 追求公義的 各位朋友們 大家晚安 今天 我們四位 國防外交委員會的 立法委員 我們代表 今天晚上 仍然夜宿武力法院 的四十位 民主進步黨的黨籍的 立法委員 今天來到這裡 他們仍然死守一場 無法出來 因為他們 仍然為了反對 合適的續建 反對鳥籠公投 持續的奮戰者 他們雖然不能夠親自的 來到這裡出席 這場的晚會 但是現在這個時候 每個人一樣 穿著白色的衣服 我們四十位民進黨的黨團成員 會做各位的後盾 我想今天 我們來到這裡 有非常多的感動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難過 幾個禮拜以前 我作為國防委員會的召集人之一 我當時覺得我有責任 去關心 宏家 我到台中去 我當時在 中秋的臨前 致意的時候 我向他做了承諾 也向他的家人做了承諾 我承諾說 我會盡一切 我的職權 我在國防外交委員會的職權 以及我的責任 我會跟中秋的家人一起 站在一起 找到真相 但是 這幾個禮拜 我們不斷的 包括跟律師之間的協調 跟國防部的協調 透過質詢 透過考察 透過提案修法 透過在立法院的工法 我非常的抱歉 我們到現在 還沒有 找到真相 但是 修法的程序已經啟動了 雖然我們還有少部分的 反動勢力在干擾 雖然我們有一部分的 國防部的人 仍然持續的在反對 但是我們這個程序已經啟動了 我們非常抱歉 過去這幾個禮拜 我們的力量不夠 我們監督國防部 促使國防部 配合找到真相 徹底的調查 本案的力量不夠 所以我希望在這裡 拜託大家 在未來的修法的路上 我們需要大家 做立法院的後盾 我們需要大家監督 每一位國會議員 每一位立法委員 繼續的監督國防部 讓我們的修法程序 能夠順利的完成 當然 即便修法 也還不及止 沒有辦法立即的 來使用本案 還給仲秋 一個最後的公道 或者是還給家人 一個真相 我在這幾個禮拜 看到家人 隱忍著 強烈的情緒上的悲痛 一直用非常理性的態度 在協調 在訴求 我非常的感動 但是我更感動的是 原來跟仲秋的家人 一起在奮戰著 讓我重新看到 台灣社會的力量 那這個力量一定要繼續 直到我們最後找到真相 跟找到答案為止 但是不只是這樣 我們更要改革 國防部 因為我們相信 一個能夠保家衛國的 強而有力的軍隊 不該有這樣違法亂紀的事情 我們認為當今的三軍統帥 沒有拿出破例 立即的領導這個國家 還給仲秋公道 是這個三軍統帥失職 但是我們更認為 三軍統帥滿久 對不起 現在還在國軍裡面 許多盡忠職守 人人站在崗位上 辛苦的奮戰了 我們國軍的同胞 我們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軍隊 但是我們這個軍隊 是要有尊嚴的 是能夠保家衛國的 是能夠保護台灣的民主 守護我們這塊土地的 一個軍隊 所以我們相信這樣的軍隊 一定要能夠堅守 我們國家對人權的期待 對人權的基本的價值 對不對 所以這是我們要繼續努力的 我們會繼續跟大家站在一起 只要人民不放棄 只要仲秋的家人繼續堅持 我們也不會放棄 我們不管是修法 不管是監督 我們也一樣管定了 對不對 所有追求真相 所有追求功力 所有追求正義跟道義的台灣人民 我們都管定了對不對 對 那我們現在 跟我在一起的 還有國防委員的三位同仁 有來自宜蘭的陳奧布委員 來自南投的蔡黃蘭委員 來自台南的我們的前外交部長 陳昂山委員 那我們幾位委員 也一命要在這裡 來跟大家致意 我們先請陳奧布委員 來跟大家說幾句話 各位現場的公民 中秋死了 中秋真的死了 中秋真的死了 中秋真的淹忘死了 中秋有沒有淹忘了嗎 中秋有沒有淹忘了 中秋有沒有淹忘 沒有 沒有真相灰皮膚嗎 沒有陳修灰皮膚嗎 沒有消化灰皮膚嗎 中秋沒有淹忘了 一個月了沒有真相沒有陳修也沒有修法 馬英九總統只講過一句話 中秋我管定了 今天送了一個金鐘狀給中秋 中秋明天要去墨海寺廟 這是什麼總統 這是什麼同率 三盧同率對不對 沒有正相沒有成銷沒有修法的總統 三盡同率對不對 對 剛剛我看的牌子上面有寫 老團政府是元凶 老團政府是元凶 我們現在的政府 無感 無能 無賴 三無政治 過去十年我們軍中有1392個弟兄 自殺了意外 因公死亡 美國跟伊拉克打了七年的戰爭 也是死了一千三百多人 台灣沒有戰爭 台灣的人民非常的和善 台灣的人民非常乖 但是這個政府 就造成我們有1392個人死亡 這中間有多少人是延續的 所以今天我們代表民力 我們堅決地跟民力站在一起 追求所有的公民 為台灣的國防改革一起努力 我們希望如果未來一個月沒有真相 沒有成修沒有修法 我們就來罷免馬總統好不好 我們就來罷免馬英九好不好 我們就給他一個教訓好不好 馬英九下載好不好 馬英九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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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